各位屏幕前的召唤师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2022年王者荣耀职业联赛春季赛总决赛 大家好 我是今天解说七夕 大家好 我是今天解说老王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解说潇洒 终于来到了我们狼心终极对决之夜 武汉142pro对阵重庆狼队 两支队我们看到武汉142pro是从胜者组一路杀穿到底来到了总决赛的舞台 没错 而重庆狼队虽然说从胜者组掉落败者组 但是又是一个漂亮的4比0杀毁了总决赛的舞台 两支队伍交手记录是非常多次了 对 是他们第32次交手 同时也是BO7的第11次交手 更是他们在总决赛赛场上的第4次交手 但是今天的这次交手是他们在联赛总决赛上的第一次交手 其实这一次的交手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意义非凡的 是的 对于重庆狼队而言 首乎至极 是要报他们在决赛胜者组决赛之仇 对 因为当时在21年秋和21年春胜者组决赛都是武汉Estar Pro获得了胜利 并且这也是狼队第一次以狼之名进入到总决赛 如果能够赢下来的话 这就是他们突破历史的时候就会成为七冠王 哇 七冠王 那就是联盟所有战队当中拿到冠军最多的战队 对 反观对于武汉Estar Pro而言 他们是联赛的未免冠军 今天只要拿下比赛战胜了重庆狼队 他们也会有一个六冠王的一个称号 是 并且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三连冠 是的 六冠王 现在重庆狼队就是六冠王 那武汉Estar Pro今天是想要追凭这个记录 同时呢 他们也想成为第三个未免成功 就是联赛未免成功的战队 是的 从2016年第一届KPL 至今啊 12届KPL 目前只有南京黑肉酒精和重庆狼队在联赛当中是未免成功过 那武汉Estar Pro今天确实是很想拿到这一次的胜利 因为他们两个队伍都要创造非常多的一个历史了 对 他们要为队伍去争夺这样的荣耀 选手自己本身也要争夺很多荣耀 我们看到两支队伍的选手都有非常多的高光 首先要聊到狼队 狼队这里的话就首先要提的肯定是Fly的Fly的话目前是联盟第一人 为什么这么说到 他是第九次这是Fly第九次进入到总决赛 而他身上却有六个总决赛的MVP 对的 这对于重庆狼队来讲的话是一个信心大众的点 对 同时对于武汉Estar Pro来说 其实武汉Estar Pro这边感觉更需要提的是SK 他也是七进总决赛了 是的 包括黎洛啊 他其实也是带队两次进入到总决赛当中 但是他第一次带队进入总决赛 就已经拿到了冠军之第二次了 虽然说他带队上台BP的时间 但是其实在这些联赛当中的时间也是非常久了 同时呢对于选手而言 像坦然的话 他也是出道及巅峰的 因为他是21年挑杯的FMVP 对 而且坦然之前有过一段K甲的经历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 他从K甲来到KPL之后就一路直接拿到了冠军 也算是出道及巅峰 其实花海也是一样的 也是出道及巅峰 他一上场就拿了个五杀 对 公司名五杀 我解说的 出道及五杀 出道及冠军 同时也是21年秋季赛的MVP 同时还要聊到清荣这名选手 因为清荣身上他的MVP次数相对来说也是非常多的了 首先他在20年的冬天获得了FMVP 也在21年的春天的总决赛获得了MVP 就他的那个西施 大家应该印象就很深刻了 游龙清颖 没错 就他能够把这种带节奏的英雄玩得非常的活 两边的一个对抗路 今天也是同时也是一个非常亮眼的看点了 因为像坦然队到FLY的话 坦然我们前面聊到了 就是他出道及巅峰 已经三连冠了 他其实到了联赛当中的时间并不是很久 也就三个赛季加上挑杯嘛 但是已经三连冠 他的身上是有非常多的高光的 对 他要冲击一个三连冠嘛 因为他来此之前的话 在Isa Pro待了两个赛季 这是他的第三个赛季 加上挑战着杯 目前已经获得过两个冠军 这对于一个新人来讲 是一个极大的鼓励了 而且也是对于他实力的证明 包括坦然他也是战坦兼修 就像他平时我们看到 他的吕布 是吧 之后也会有一个FMVP的皮肤 包括他的蒙田 在之前总决赛的表现 也是让我们印象深刻 是 同时FLY这边他要兑现到的选手FLY 身上是6FMVP 也是期待一下双方对决了 来到武汉SR Pro 对阵重庆狼队总决赛BO7的第一局 首先蓝色方武汉SR Pro 是搬掉关羽 这是上一次他们交手 就已经这么做了 而且这也是我们之前 在台下有聊到过的 如果他们想要一上来 就抢吕布这个点的话 很有可能会去针对到 FLY的关羽 而且FLY的关羽 目前是六战百分百胜率 没输过 阿古朵搬掉 所以都是一些针对班 既搬了关羽又拆了 阿古朵马超的体系 然后狼队的选择 则是搬掉了 鲁班大师加上大乔两套 但是把蓝放出来 其实在上一次 他们BO7的交手当中 重庆狼队是把蓝 在前支位就搬掉了 多次搬掉 对 但我们来看一下 狼队的选择 如何去应对 上来就是两手康的 一个硬控的东皇太一 另外就是一个爆发 极控制于一身的不知火舞 没错 想要针对的点 就是把蓝的这个进场 给控制住 没错 还是聊到上一次交手的时候 其实我们看到 武汉一赛的时候 当时是拿体系 拿了弹弓 然后重庆狼队 当时都是拿counter点 可是今天总决赛上面 我们看到了重庆狼队 他们BP 发生了一些变化 他先搬掉了 一赛比较擅长的几个体系 然后去针对到你一选的蓝 做了两个counter位 但是武汉一赛 这边也拿得比较稳 先拿了一个 能够撑前期的一个下狐队 他并没有在 开团先手 是的 跟之前的选择不太一样 他之前 他很经常在蓝色方一楼 亮出吕布这个点 对 但是他把吕布留给了重庆狼队 狼队这里拿到了 反而是之前E-Star比较擅长的 吕布加上火舞 两个对野区前期 极具骚扰能力的英雄 这也是E-Star Bro 可能今天 在总决赛 赛场上的一个风格的装变了 是的 也是做好了准备 看一下后续的班位 出力掉了太乙真人 怕是东方太义咬到了之后 如果没有咬到太乙真人 那就可能会一直给复活 就是相当于会 废掉东方太义的一个大招 对 而且太乙真人前期 其实一技能续满 可以一直炸 就他的容错也非常高的 没错 但现在场上能够去吃东黄大的 还可以选择到一个辅助 就是苏利也之前也经常见到 有两条命嘛 也是针对点 E-Star的选择是先扳掉了 腰刀的公孙黎 就是怕重庆狼队这一把 如果说 因为在前三手已经很强的情况下 在配合公孙黎 对线强的英雄 可能会在前期拿到优势之后 中期就滚平了 就毕竟啊 这是BO7的第一局 第一局对于两边的士气来讲 影响非常大 是的 历届总决赛当中 基本上第一局拿到 胜利的队伍 大概率会拿到最后的冠军 因为气势非常重要 嗯 后面的班位 班的是孙并 巴达孙并跟夏侯敦这个点 组合起来嘛 前期的一个拉扯 对 机动性也非常强 然后劲也处理掉了 现在重庆狼队的打野选择的话 要选到菊佑金了 哇 重庆狼队这么一选的话 他的一个前期野区的进攻力 其实还是非常强的 就这手组组筹拿出来之后就 想得太多了 挑名牌了 狼队跟你说我要进你野区了 这把就看一斯大怎么去防守了 对 因为武汉一斯大朋友之前可能更多的都是 去考虑怎么进对方的野区 对 这把他要把四维模式转换一下 要如何去防得住狼队前期的进攻了 对 包括紫阳预选了一手 桑奇 桑奇在一斯大 紫阳这里 之前用过两次 百分之百胜率 而且他每一局都一拍四 他打出了夏侯敦那种感觉 这把又有夏侯敦 对 而且这局他之前有说想要一拍五 对 那这局BO7的第一局就拿到桑奇这个英雄 有双拍呀 感觉这样的一个成功率相对来说会更高一些 然后再看到重庆狼队最后一选妖刀选择到加罗这个英雄 我们在赛前还在聊 其实加罗这个英雄在之前的比赛当中 妖刀拿的次数并不是特别多 但他使用起来还是打得非常顺手的 对 狼队这套阵容其实不管是开团有火舞 包括吕布还有东煌太医三个点够了 而且有吕布的这个英雄他有坦度在 他们前排视野比较好开 包括是双刺客的带线 不知火舞加绝又金 所以这把他们带线方面也是没有什么太多的顾虑了 包括从第一局的一个BP思路上来看的话 狼队的核心很明确是妖刀 他放到了红色放到五楼 他拿了一个最安全的英雄出来 为什么因为他看完了Eastar Pro 所有的英雄之后觉得Eastar整体的问题是手短 想要近身到加罗里边的人 只有这个蓝比较好切一点 其他人基本上够不着 而且下一来狼队在前三手的布局是进对面也去 如果把这个蓝打费了 那妖刀的生存环境将会大大提高 没错 因为重庆狼队的前排也比较多 你像是吕布这个点 他还可以用大招去拆火 绝又金也是可以在侧面去威胁的 那东方他一如果说你要进场 我就站在加罗的边上 我就一直给他保护 就是这套阵容说白的打出优势之后 东方不需要主动开团 他只要保着加罗慢慢的先磨对面前排的血量 就行了 是的 我们看到这一局 武汉Eastar Pro他们的阵容劣势在于手短 可能到后期的话有点摸不到加罗 可是他们这套阵容 他们的一个控制能力 点控能力是非常强的 就比如说庆荣的招牌 其实这个点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制胜点 因为他的一个开团 你看对面是没有人能够带进化这个点的 如果是被庆荣不断地去拉你掉点的话 那其实重庆狼队想要打进攻的这个节奏 就会被耽搁下来 对 还有在对线上其实也很舒服 像是萌亚跟桑奇的这个组合 就跟之前萌亚看到配蔡文基也有 打对线非常的强 对 可以去打线上压制 而且一旦萌亚这个点顺起来之后 它的一个推塔效率是非常快的 包括我感觉武汉Eastar Pro这套阵容 它在打一些小规模团战上面的一个 因为控制很多嘛 其实小规模团战对于他们来说是更加有利的 就这把武汉Eastar Pro就想好了 拿到中线线权 因为是个稀释这个点 拿到线权之后看轻荣怎么动 因为中路的线 它也可以考虑不拿 它可以给花海去吃 毕竟是一个野河 然后去带着坦然来正面战视野 因为桑奇我们知道 他虽然说有二技能可以灵活地飞 但是也没那么好战 同时我们看到重庆狼队这边的阵容 前面有聊过了 这套阵容是重庆狼队在前面的比赛当中 表现出来 其实好像拿的不是那么多次的 就是具有前期非常强烈进攻性的一套阵容 可是我们看到 今天他们做出来的改变 就是做出了针对 是的 今天狼队可能就想化被动为主动嘛 因为在上一次胜哲组交手的时候 伊斯大一直在进攻 金鱼的野区 但是这一局换成了狼队 要主动去想办法让花海发育不起来 看项鱼的火舞这一局该怎么动了 其实感觉他们上半途的一个对决当中 还是非常占据优势的 驴步前期伤害也是挺高的 只要附魔了 然后橘后金这边前期爆发高 配上火舞双爆发 基本上是没有人吃得住的 还要观察一个点 就是在开局的一个分线上 中路重庆狼队会不会做一个换线 来保证自己能够抢到线权 因为已经不太好去处理萌亚这个点了 如果说让不知火舞去跟他对的话 那有可能会更劣势了 就可能看Fly这个点会不会换下去抗压了 对 或者说他在中路也有出现过 让一个吕布配上东黄嘛 然后不知火舞这个点可以直接配合打野进野区 包括吕布 他在中路的话也不是很怕泄施的拉 如果说能够顺利到四级的话 被控到了 如果第一时间秒不掉 用大招也可以顺利的去逃生 是 而且以往武汉伊斯大朋友他们的一个风格是在于 打BO5也好 打BO7也好 一般都会在第一局亮出自己的体系 但是这一局更多的是散见 对 他先拿了一个花海的蓝 因为蓝是上一次狼队跟伊斯大交手的时候 狼队针对扳掉的点 好不容易放出来了 伊斯大蓝色方一抢 拿下了 也是寄希望于花海这把能够C起来 因为这是一个收割的点 嗯 他需要在前期野区顺利的过渡 尤其是到了中期这个时间段 对面的爆发非常高的情况下 他在野区怎么去坚守 而且这局针对他的点太多了 东方太一不知火舞 包括居油精 确实不好进场 尤其一个东方太一在团战里面 蓝如果说想要进场的话 可能会吃到东方的大 看谁能够去骗一下了 那这场比赛 武汉EC2Pro肯定是想要拿到队史的第六关 而重庆狼队想要冲击队史的第七关 突破队史的机会 谁能抓住 让我们马上进入到比赛当中 蓝色方 武汉EC2Pro 红色方 重庆狼队 大家好 我是解说七七 大家好 我是老王 大家好 我是潇洒 看一下双方的开业路线 狼队这边是选择让加罗这个点到中路 加罗手长 第一波线情调 嗯 把一针也放到中路来了 但是你看 SNK双人组直接进到了花海的红区 进行骚扰了 但正面萌芽火力很足 先打残了东方太一 呼 这里也在打状态 想要去反 但是中路线抢的并没有那么的顺利 状态被打下去了 主要是中路线没有抢的太顺 导致这个红buff没有成功反掉 回去再刷野区的话 其实到四的一个时间会稍微晚一点 对 因为第一时间 其实东方太一这个点 也是进野区非常强的英雄 但是在线上第一波中路就被打残了 而且我们注意啊 召唤师技能 紫阳这里交了一个闪现 一针交了几跑 逼出了妖刀的闪现 在中路还做了一波追击 对 就是打了一波血线 一针这个萌芽 也是他之前啊 百分百胜利的一个英雄 而且这一把优势点就在这个萌芽身上 他在对线的优势 因为他配到桑喜这个英雄 就是很容易把对线的优势给打出来 对 但上路直接动手了 三级的蓝加上两级下后 追着弗莱的吕布 这里已经生亡闪现了 蓝的下一套技能要好了 下轮给了一个击飞 换了一个二技能 直接拿到了第一地鞋 这一波带着队友四个人反击 拉到了 拉到了 加罗没闪的 摇到这也被击飞了三个 花海二连击破 转起来了 这一波再受一个人头给到了一周 一波直接把前面阵容的小烈士 完全打回来了 主要这一波花海 他没有说要先打完 他就直接配合坦然这个点 上路先把弗莱给击杀掉 而且当时还没有到四级 这波很主动 这也是弗莱没有想到了 你不升四级 直接过来打架 这个反应太快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波 看到弗莱 进去看视野 先拍起来 打一套 逼出闪现 然后持续等技能 CD去追击 对 主要是花海这边身上有红buff 它有一个减速效果 一直粘着 走不了 对 因为旅步才二级嘛 然后就是轻荣的西施 这是前面我们聊到过的 配合夏侯顿拍三个 而且轻荣刚刚进草的一瞬间 狼队这边是没有视野的 我们看到现在武汉Esta Pro已经算好了一个buff刷新时间 提前过来蹲点了 做一个反入侵 这是Esta的打法 只要你压不住我 我就要入侵野区了 金宇其实非常清楚 现在野区人非常多 没有选择来 是 但是看这一波 坦然卡住路口 大招上去先压活我的血线 轻荣直接拿到这个人头 而且顺利反到了蓝buff 其实这波团并没有要开起来的意思的时候 项鱼就已经倒了 对 其实第一时间金宇是没有考虑要过来守这个篮的 想着去吃一波线 把自己的经济拉高一些 因为橘欧金就是这样一个英雄 当他前面的野区被入侵的时候 这个英雄就变得非常非常的被动 是的 而且前面有说到武汉Esta Pro的点控非常多 在这种野区狭窄路口 他的控制命中率相对来说会更高一些 对 这其实也是武汉Esta Pro他们的一个风格 虽然说拿到了一套阵容偏中期 但他前期一样会打进攻 他主要是第一轮野区守得很好 对 没有让狼队占到一点便宜 并且他自己还打出了对面的招式技能 核心位置 这里又拉到一波 有两段拉花还过来了 一个大场扑进去直接拿下源头 锋芒笔漏 这个蓝已经完全起飞了 就这一波三个人的控制是衔接的非常完美 让Fly跳不出大 交不出闪 前面一波在野区收割掉 项鱼的活物也是一样的 闪现没来的交出来 就是控制衔接太完美了 我们都知道之前蔡文基出现在赛场上的时候 他拿到优势很可怕 桑芹也同样如此 他拿到优势之后 他就是一个移动泉水 对 同样都是可以跟着队伍 大部队一直去滚雪球的英雄 四分钟到了 看金宇这里蹲到了清荣之后 逼出了闪现 这波很关键啊 因为他们要守蓝区的 先打对面的状态 而且下一波翻翻东黄的闪现 也快好了 再找机会 让看花海上去主动清兵 然后范范已经咬到了 这里火舞更上一道技能 要到拿到了蓝的人头 这一波也很关键 两波下来之后 能够守住蓝区了 因为蓝区已经要刷新了 中路先掉了一个点 他就很好守了 而且范范是没有闪现的 他是直接上去 走上去咬的 主要是重庆狼队该已经想好了 全技能去给到花海 吕布的大招也是封你的走位 你没办法往后撤了 加罗二技能沉默也提前给上了 但是这波杀完蓝之后 项羽的火舞钻到了一撒蓝区 伊斯塔这波动向是被看到了 但是中线抢不过 他在等这个蓝buff刷新 这波伊斯塔直接是大范围的 转移到了上路 但火舞其实很久没有在地图上 logo视野了 就看蓝了 蓝这里要经过这个蓝区的 看到了 看一下项羽这套应该是 不太好秒的 他一个人伤害不够 但正面在打 打起来吕布跳大 击飞两人 但夏侯顿做了一个拆火 Fly这里被打退了 交了一个闪现后撤 正面架落输出也很猛 打残了众多人之后 这里桑齐在慢慢地回复 刚刚我们看到 火舞其实在桃里面蹲蓝 但是那套应该是没有打过 他的一个状态 现在被下去了一半 只能去清理冰线了 火舞这个阶段 打这么飞的蓝 一套秒不掉 很难秒 所以他第一时间没有动手 主要武汉伊斯塔Pro这边 出装也很有意思 像青荣包括紫阳 两个点都做了进化水晶 为了就是前期 大家有优势 能够回血 说白了这么出装 加上有桑齐 我就不准备回家 不死不回家 对上路再压二塔 推得很快 这里还好炮车 被加罗给清掉了 但是菊又金这波要抢中线 抢完只能溜了 因为队友卡不过来位置 主要现在在这个时间点 伤害有点不够 如果说真的正面结团 很难打 看这波坦然只主动上去开弹 被冬黄咬了 火舞 一套爆发 秒掉了 其实拉到了冬黄 配合萌雅输出 秒掉了冬黄之后 蓝推还了一个铝布 出来这里没有闪现 但是还可以存活下来 就第一时间还有人在侧面 给到压力 但是这个蓝 还是空不下去 看一下解说 实施预测革命平次看好 是重建狼队 朱亨月月英凯 看好是武汉ECRBRO 朱亨说 一斯大换线的神 就是他们开局做了一个换线 保住了自己的野区 因为他们本身队伍风格 是以前中期进野区为主的 所以他们在防守方面 也是能够做得非常好 这就是知笔知己 百战不殆 而且目前六分五十秒的时间 一斯大已经打出了 三千的经济差了 来看一下这波回放 这波坦然真的是 别人打他一下 他就不能忍 对 这波主要 一斯大换他已经想好了 我上路的兵线 是提前处理好的 我正面看到人直接开 对 你加罗这里在清兵线 你还敢打我 已经漏事业了吗 而且这个时间段 确实加罗还没有发育起来 因为狼队 他其实前期打不出优势的话 这个阵容就只能拖后期了 但新人 哦 其实这里又拉到了吕布 两段拉接上击飞 萌压的输出 秒掉了吕布 又是第一时间给到了控制链 现在这个经济差足以说明了 现在的这个吕布的经济 是扛不住急火 就连萌压这个打前排 不是特别优秀的射手 都能将其秒掉 Fly身上只有一个反上刺驾 对 一斯大捕的节奏太紧凑了 没时间吃钱 看形容又是个闪拉 拉到的是东方太医 但是活武出手一闪 踢两个 后续大招给到的是 坦然坦然之理 大招一丝血回去了 再加上有桑奇的回复 他不需要回家 对 后面一针萌压的火力 给的非常足 他在火力掩护队友撤退 把对方也逼退了 现在因为是优势的情况下 桑奇他就可以做一个 移动的泉水 一直给队友回复 没错 看一下这个蓝buff 又是坦然 率先进去探草 但是金语自己一个人 守住了蓝 坦然这里也是吃了一套技能之后 能撤出来 狼队一直在 保着自己的野去打 对 狼队已经守下来 三个蓝buff了 好 伊斯娜也是 正方型打野嘛 但是这个草丛进来之后 东皇没有选择去咬 坦然的夏侯顿 因为后边站了一个桑奇 主要是金语这边的龙 已经拿完了 他们想的就是 现在能收资源 就多收一些资源 先发育 因为这套阵容 狼队是有大后期的 对 有大和加罗嘛 加罗活武加旅步 但是现在中期的这个时间点 加罗只有两件套 所以他们不选择大家 现在是闪电匕首和无尽占刃 要拖到加罗打前排 下后蹲的时候 有威慑力 那他们就可以接团了 对 这一波武汉伊斯大坡 还要想要进攻 这个尚尔塔和红区的资源 这个尚尔塔 狼队的这个布阵啊 是已经放弃了 因为不好手了 他们想要直接从中右 往中左冲 进行一个包夹 但是花海卡的这个位置 他们又不敢进来 怕形成口袋阵 如果你从这里包红区的话 很有可能又被反包了 但伊斯大坡也是选择 第一时间回防中路 怕的是尚尔塔推完了之后 你回中会被卡位置 没错 金羽的选择下路是有龙的 看能不能把下路的线带过去 但是我们看一下 狼队这里暴露了 他们阵容的一个缺陷 就是清兵线 对 需要用技能去清 长手技能 要不然西施开大往前压 你就不好清 来 下路开地 一个支援 一个回推推回来之后 你生单杀 花海 这把的优势太大了 主要菊油精这个点 他到了中期 而且花海 他经济非常的高 这时间点 他已经打不过了 他身上已经有纯金苍穹了 而金羽 菊油精现在 正在憋破军 而且蓝这个英雄的被动 一旦出发 你就真的走不了了 他那个狩猎被动 增加疑速 跑不掉 但现在最严重的问题 是在于狼队的中线线权 很难拿到 清线能力很差 是的 花海这里的取手势是 一技能接二技能 并没有接大招 他是等你两段厌反交完 我再把你推回来 对 而且花海 他最后是把大招留着 往回推 还可以保证 自己有一段位移拉出来 是的 十分钟 伊斯大直接拿下了暗影主宰 现在经济差越拉越大了 武汉伊斯大普也要开始控红半区了 加罗接下来很难拿到红半 而狼队的应对是让火舞跟菊油精去编带 对 只有这两个人能带出去兵线了 这也是开局拿到这套阵容的时候 我们能想到的 双刺客带线 这个点非常强 但是现在面对5000的经济差 正面是不好打的 伊斯大直接给高丽压力了 夏侯顶进去了 要拍一闪 拍两个 这里蓝锦场一瞬间秒掉两人 李布虽然跳到了后排 但输出不够啊 这里坦然跟花海 有点看不住闪现 他活着回来了 杀掉了加罗之后 后面有一条超级龙 他们想一波 才11分钟 金鱼也跳上来 直接冲着一针 输出离套之后伤害并不高 被庆容其实给拉了 花海拿下了人头 这里向远是一个财系 花一个大人扑过去 二连击破 再找Fly Fly这里被一针给打倒了 上路有兵线 拿下去将我们恭喜武汉InstaPro 闪地战 第一局比赛 我们看到第一局 我们看到他们的一个换线策略 真的是做得太成功了 应对非常好 而且这也是赛前评论席的时候 有看到的 他们的一个10分到15分钟的一个胜率 就是打得快 85%胜率 没错 我们看到这一把有一个关键点 就在于下路位置 红buff守住之后 上路位置 坦然的下后蹲 一技能拍到三个流人 那一波其实是拉开了一个非常大的前期节奏 让重新狼队 其实在中期有一点 没有办法去进到武汉InstaPro的野区 反而是自己的野区要去防守 其实这个非常伤 包括第一局 重新狼队用的要有英雄也是非常多的 希望他们能够赶紧调整 再次恭喜武汉InstaPro 拿下第一局比赛胜利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评论席 好的 首先恭喜武汉InstaPro 先下一城 这一局打得非常的关键 一上来我没有想到他就拿到了下后加桑齐的组合 两个下后蹲 也可以说两个桑齐 而且开局坦然拆火拆得很漂亮 包括嘴哥的换线 对 实际上这个换线是很聪明的一个选择 就是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腰刀也是跟着嘴哥是一起换到中路 实际上这个预判是对的 但是你要知道 在发育路的线和中路的线是完全两个概念 这个发育路的线是很长的 实际上是会给加罗很多这个白点你的机会 所以说对线上可能会舒服很多 但是中路的线是非常短的 萌亚一波技能就可以把线清掉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萌亚换到中 虽然加罗也跟着换了 但是中路的一个压线权 包括河道的视野权还是在萌亚这边的 也就是说它不存在对线 只有抢线 迅速转线走了 尤其是在抢线的时候 中路也给到了狼队很大压力 就开局就把加罗的闪打出来了 就接下来我们看到红区那一波非常大的节奏 所以说我和Esta Pro他们的一个体系 不光是存在于阵容上的体系 这把虽然说是感觉没有拿到一个很完整的体系 但是他们的开局当看到萌亚的时候 你就应该知道Esta一定会把这个萌亚放在中路 通过他抢线的能力一直在做事情 这也是体系 而且你看一阵金的这个出装非常讲究 他保证容促虑 暴裂指甲 也先套在身上 对的暴裂指甲 然后也尽可能在团战中去补更多伤害 因为这套阵容对Esta来讲 坦然他除了给队伍拿视野 就是去吃东皇的咬 然后稀释负责去给开团 接下来火力输出的任务 就会交给到了一阵的身上 是那MVP也给到了坦然的夏侯敦 逆光绝风者 今天在开局这几波拆伙的节奏 可以说打得非常漂亮 对 那一波就是蒙亚把加罗和东皇压在塔下 给到两个人视野的时候 上路就非常果断地做了一波开团和追击 这也是能让Esta在前期 打出这种成功的上野节奏的关键原因 对的 对 然后在此之后 就几次野区的进攻 都是坦然提前把视野都不好了 包括坦然他会有意识地 去找东皇他也把这个咬给吃掉了 所以只要吃掉了咬 一个是一帧的速度 还有花海他的进场都会非常的舒服 太厉害了 今天花海的蓝的这个表现 在下路好几波细节的操作 都给队伍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经济优势 是的 就感觉今天武汉EstaPro也是 全员在线 全员在线 而且是真的是带着那个准备来的 因为蒙亚打中的这个开局 在这赛季Esta打的很少 他在上赛季玩的很多 就我们熟悉那个Esta就一再强调 真的回来了 就是光看这个阵种 团战阵种的话 那边是活武加上吕布 看着特别猛 但是如果你是想蒙亚走中了之后 他们的一个发展路线 就是Esta熟悉的路线了 对的 因为单看BP狼队 他就是追求后续的容错率以及爆发 但是对于Esta来讲 讲究的就是我中前期 就一拳都要把你打到死 这也确实是在赛前 我们给到大家 Esta的数据上面 表现出来他们这支战队的风格 对的 今天在第一局 双方也是没有什么避开自己的强势点 一上来就看 这边轻松就是西施 对 甚至今天西施 他就正常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但是你看今天这个坦然的一个表现 在前面打的冲锋陷阵 打的非常的凶狠 而且一整体的状态在线 我觉得对Esta来讲 是最好的一件事情 对 今天整体来讲 真的很佩服Esta 他们为什么每次总决赛状态 我感觉Esta每次 每个赛季打的最好的比赛 是他们的总决赛 但是也不要着急 我们今天赛前评论区说了一组数据 在那个背赛的时候 狼星不是经常打吗 对 那个时候狼是有点个智星的 对 所以狼其实有很多的这种反制措施 对 今天可以看到狼今天是想跟Esta打对攻 他出了双SNK 又出了东黄 出了一个跟 这个下回对抗级别差不到吕布 然后最后想拖一个加罗 但是面对前期进攻 这么紧凑的狼 还是没有什么招架之力 还是没有办法拖到自己想要的中期强势点 对的 那这么紧凑的武汉Esta Pro 到底他们在语音沟通当中 产生了什么样的化学反应呢 我们就来听听看吧 我就士气高 惊涛骇浪 我觉得这是海啸战队了 这个花果山秘密会议是要大闹天宫的时候 它这个花果山主要指的是它那个水帘洞 那个瀑布下的有点大了 你知道吗 大家真的非常非常的激动 就我仔细的去听他们的语音 我好像只能择出一个 哇哇 nice 我只择出这两个词了 没有了 剩下的 你看到这一波就是 你看两个人 中路两个人 把对方两个人压到这个塔下了之后 这个整个河道视野是Esta占据的 所以Esta 非常有优势 对 因为他知道他的这个中路两个人是能够先到的 所以就非常的感慨 对 包括加罗他的转线防守也非常的紧 已经足够紧慎了 他走自己红区了 还是被秦荣的西施找到机会 那在内波打完了之后 就打野上的队位经济差和野区的一个队位经济差 就已经全部拉开了 又是坦然的夏侯顿在前排扛着 就有一个夏侯蹲在 狼队就不敢去反打 然后这边庆松也是完成自己该做的事情 因为已经出优了 是的 然后再往后其实都是双方的一些小节奏的置换了 然后这是中期花海 他是被沉没到了 导致第一时间他的位移技能是没办法放出来 然后直接被这个东方台咬到 但是实际上是打乱了一波进野区的节奏 但整体的视野上的压制是非常明显的 这一波真的很忙 这个盘上上去先来个一闪再来一个一行的第二段 他看到他看到这个紫阳选桑齐了 要在你一拍五之前 我要一拍五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轻荣的及时之损 赶紧先拉出来一个游走位 是的 这一波又是在这个弗莱探视野的过程当中 不给他任何的机会 在大优势的情况下 西施制裁这种笨重的前排确实太好制裁了 对 花海这里是不着急用打 现在前置用一二技能把伤害打满 对 对 包括也是看到了当时金宇他想通过带边线吧 帮狼队去止损 这个时间点卡的也非常精准 花海他在有了纯净仓球的情况之下 配合着兵线立马就冲到了对面的脸前 然后打到高地之后 这个时候我们在云里面听到的是已经按耐不住了 是的 就还是跟他们说打GK的那一场是有点像 就是气势如空 是 就是伊斯塔如果保持这样的打法和干劲的话 之前其实也说到这个预测 我们说狼队如果打的话 相对来讲速率会慢一点 那伊斯塔如果要赢的话 一定是这种比赛 对 狼队想赢前面必须先挺住 对 挺不住 就挺不住 但是因为狼队在这个面对大多数队伍的时候都能挺住 因为伊斯塔我们知道他们的这个队伍信奉一个什么概念的 好的开局赢了一半 对 他们一定会把第一波事情做的是最正确的 后面可能大家多多少少会出现一些问题 但是这无伤大眼 是 对 就想要去限制到武汉伊斯塔Pro就是有一个点 就是要让坦然和花海这两个点转不起来 然后第一局比赛就明显这两个人只要转起来的节奏也就盘活了 是 这也是伊斯塔今天获胜第一局的一个关键 我们也感谢我们的赞助商 感谢官方协服合作伙伴扑马 清理支持 出装标配 超神开黑 生来为赢 实战秀不停 驴响荣耀并肩上场 扫码加入万豪驴响家 于全球30个酒店品牌 畅享缤分礼遇 每月8日会员日 更有多重专属优惠 关注万豪驴响家微信公众号 让所想超越所想 加之多几乎集中非凡 激发高昂表现 微信搜一搜网卡助手 免费领取赛事官方团战卡 更多福利等你来临 风生水起并肩上场 总冠军戒指 由六幅珠宝赞助提供 KPL全新限定皮肤 夏侯顿逆光绝风者 已正式上线 皮肤首次上架 想赛事回馈价额 710点券 以预定玩家想最低 412点券专属购买价格 前往游戏内 即刻购买 展光破案 战役一决 那今天的这个比赛 第一局啊 这个逆光绝风者 这个坦然就表现得非常出色 是 所以说这局在逆光绝风者 表现OK的情况下 坦然还有他的蒙田 吕布还在外面吗 这也是他非常擅长的东西了 但是Fly在赛前 那个狠话也说了 这个我的新衣服 对吧 夏侯我的新衣服 看看这个Fly拿夏侯顿 能不能说是 打出来一个前期的节奏 是 这一次呢 我们知道狼队 还没有使用到 这个夏侯顿逆光绝风者 对的 在这样的大舞台上 到底能不能一拍舞 也要看看狼队 在后续的这个比赛当中的 一个布置了 好 我们稍微休息 期待后面的比赛